會長 你身為台大學生會長 你跟我講台大學生憲法第一條寫什麼 你身為會長 你連憲法第一條寫什麼都不知道 下去 黃國昌跟你到底有什麼文言 因為 我是沒有很親情看 你真正在白台在說 說完沒錢沒賊 說你同樣的好處 那也不是說這樣 但是那些形容詞都很陷了 好好好 戲劇上你 跟我們說是這樣 我們台大有一個學生代表大會 就是學生議會 學生議會 還有一個學生會 學生會 黃國昌是學生會會長 會長 我是學生代表大會代表 我是工學院的代表 所以跟立法院一樣 他是會長 我是代表 我可以結順 我結順的時候是這樣 他第一條起來結順 我就問一個問題 我說 會長 你身為台大學生會長 你跟我講台大學生憲法第一條寫什麼 好 他會怎麼說 會這樣 好 你身為會長 你連憲法第一條寫什麼都不知道 下去 這樣啦 好 他就這樣東西下去了 那個文化部長上 好 你用三分鐘解釋台大學生文化是什麼 好 你也不知道 下去 這樣 好 震撼冷逃 就好看啊 好 真的好 嗯 他沒有坐在腳中 太離譜了 沒有 那個時候他很嫩 那個時候應該是20歲左右而已 大二大三的學生 二生三的學生 所以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算學長 他算學弟嘛 是 因為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他是大陸社 我們台大有三個大社團 大陸社 大新社 跟大論社 我們那個時候就不滿這三大社 我們成立建國俱樂部 因為那個時候是要獨立建國的 是 我們建國俱樂部 所以建國俱樂部回到這個大字頭的 這個叫就對了 他比較重 所以 那個時候很害怕 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阿扁了當局 哦哦哦 所以那時候直線都學阿扁了 哦 下去 下去 這樣啦 因為講話大聲 是 他嚇 嚇 然後他就 他就說情緒控管 他就年輕 大家都年少輕狂 所以說情勢比較多 情勢比較多 所以他現在 剛才人大聲小聲是當初時間好的 也不是啦 所以這時候大家說四五天後 他經營一天有回應 他說 他說我還沉浸在三十年前的往事 他還沉浸在三十年前的往事 像我 唯一參加過的一次辯論 就是新生悲辯論 我得到冠軍 網友說 你還不是沉浸在三十年前的往事